稍微旋轉一下 這裡的話 放在這裡 其實很多同學在問說 就是我們拆解UV 該怎麼擺放 或是說我要猜多大多小 那其實呢 其實這個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準則是 你要 你要站在這個畫材質的角度去想 如果你自己是畫這張圖的材質的人 你覺得怎麼樣子會比較好畫 從這個角度去發想的話 你就會比較容易拆解 好像這個太大了 那像這幾塊呢 其實啊 其實這幾塊呢 也可以去 有些部分呢 去重疊的 比如說這個是底部的 這兩個呢 是從 這個是上面 不算下來 這個是上面 其實你也可以去重疊起來 好 但是呢 重疊起來有它的優點 但是相對也有它的這個缺點 好 我們待會再做這個 算圖的時候 我會跟同學講 它的 缺點是什麼樣 有一點當然是你在畫的時候 你只要畫一次就好了 但是呢缺點就是 它在 算這個陰影的時候呢 它會沒辦法算出來 因為它都重疊在一起 好 把它 探開來吧 好 OK 那 基本上呢 我們全部都已經拆解出來 好 那你拆解出來以後呢 接下來你要去檢查一下 像這個地方 它疊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必須要 稍微 調一下位置 好 讓它們不要完全碰在一起 像這個地方 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當然呢 這個 好 去檢查一下每個區塊 OK 好 檢查完以後呢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全部選起來呢 再往裡面再說一點點 說一點點 往裡面推一點點 OK 好 那我們先請同學 請你呢 把所有的NUV的區塊呢 把它放到這個位置裡面 好 我把畫面呢還給大家 好